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台北市柯恩哲作在一场活动中,指前总统李登辉对台湾最大的贡献,就是让台湾走向一条没办法回头的民主之路,外界至一颗暗批李登辉民粹。 柯金早受访韩冤称,自己思考过,台湾要变成新加坡不可能,因为李登辉改变整个台湾的国家性格,他认为只能咬紧牙关,以更民主、自由的方式,来解决目前在实施民主自由政治遇到的一些困境。 柯文哲上午出席世界佛教政新会活动后接受媒体联访,有媒体续追柯昨天的谈话,提到李登辉害台湾民主无法回头,柯文言立刻澄清,我没有说,害,我。 接触解释,史丹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福山,Francis V. Kalirmer,主张西方民主政治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终点,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则提出亚洲价值,两者之间的辩证是近年国际政治学热门题目。 柯说,后来发现台湾永远不可能变成新加坡,因为李登辉已经改变台湾国家性格,让台湾走上一条没办法回头的民主之路,在这种状态下,如何看待民主乱想或民粹,坦白讲只剩一条路,咬紧牙关,以更民主自由的方式,来解决目前面对的民主困境。